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5月16号星期二农历是4月21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我们说白化佛法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人生总是好像有命运被牵扯住一样 很多人经常说我的命不好命中注定 其实命运是由心造的 台长在平时给大家开始当中也经常讲到 这个人为什么会有好事有坏事 因为经常想好事 那么好事就来 经常想做好人 那么你好人就开始形成了 经常想坏事 那么坏事就在你心中开始生根 那么结果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坏姻缘坏人 所以按照因果法治 就是说姻缘成熟那是一定的 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因缘果报当中呢 不受牵连呢 最好就是在因上多起作用 也就是说要让自己的心 心不要让他作怪 那么人不能动小脑筋 人不能想坏事 所以经常想好事 想帮助别人 想做菩萨 然后你的心就会像菩萨一样的 不断的给后人呢 这个留下很多的慈善的 祭福祭德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逻辑推理的话 就是这个道理 你今天给自己想的太多了 你会被为别人想的很少 你今天天天想有钱啊 想要好啊 想什么事情啊 争名争利啊 你最后得到的呢 一定是很多的关卡设置了 为自己设置了这个困难 你在人生当中就是患得患失 所以呢 有些人呢 靠着意念活着 你的意念不干净 那么你的失败 那么意念干净 你就纯洁 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意念变得更加干净呢 那么就是 要懂得 怎么样 让自己的善念要超过恶念 因为很多人在五座恶事当中 他的恶念远远超过了他的善念 所以他成功的少 失败的多呀 所以很多人 对自己特别好 对别人不好 所以他永远是失败的人 你去看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好 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人 所以过去佛法界讲 同台吃饭各自修行 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修行像吃饭一样 每个人吃饭 你吃多少 你吃的快 吃的慢 对你的肠胃的吸收都不一样 所以各自修行 其实命运的改造 就是靠着个人 不同的一个自己的需求 来改变自己 是别人帮不上忙的 师父只能教你们吃饭 教你们走路 饭要自己吃的 路要自己走的 所以很多人老是想不劳而获 等别人来救你 等别人来让你开悟 所以学佛当中 我们经常讲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你的好坏的命运 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你今天去跟流氓 跟那些坏人在一起 你的命已经定下来了 你就是一个坏命 你终有一天会被警察抓起来 或者判刑 你今天的相想好一点 让人家相好光明 那你的相是怎么来的呢 心生 心里生出来的 你整天想自私 你的脸相就是自私相 你整天的不动好脑筋 你的相怎么会变得好呢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啊 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 祸也好 福也好 这个并不是谁要有 谁没有的 就是你自己招来的 好和坏 善与恶 都是你自己招来的 同样我们小时候 一个班级里边 有三十个同学 小朋友一起 为什么 有的每个人走的路 最后的成长之路 都不一样呢 所以要懂得 学佛人不一定 说我只要尊重法律 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不犯法 你就是善了 实际上这个完全 跟学佛人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邻居说 我不犯法 我就好了 但是隔壁邻居着火了 你也不去帮人家灭火 你从来不安 就是不去安心的 去帮助别人 从来没有去救度别人 你说你是属于善吗 但是在法律上 你不管人家家里 着火了 出事了 那是一个标准 其实法律并不是善恶的标准 并不是学佛人的标准 法律只不过是 我们现在人生存的一种规则 生存 你生存 你可以一个人管自己 但是你 不管别人 你不管社会 你不帮助 所有的众生远离烦恼 离苦得乐 那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善人 成人之美 那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 中华明珠的优秀品质 一个人什么叫善 不论别人是非 是善 对不对 这个说假话 造谣欺骗 这个搬弄是非 杀盗淫妄 那都是恶 所以你自己的心在想什么 你的脸像就会变成什么样 你每一天在财色明十岁 当中活着 你在五欲当中 你怎么能够处理好自己的心态呢 所以你的命运就会差 你会不幸福 不快乐 因为你整天的 为名为利的活着 整天的不去想着别人 你的心中没有善的东西 慢慢的就有恶的东西会生出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 一个人要知道你今天的命运差 哎呀 身体差 前面又没有烦恼们多 哎呀 怨天啊 怨人啊 其实啊 不要怪别人啊 自作自受啊 所以我们说学佛你要懂得什么叫善 能够用心去帮助别人 那那就叫善 因为因果就是舍钱财得钱财 舍智慧得智慧 舍快乐得快乐 你自己把应该快乐的时间 你去给别人了 别人一开心 让你一起开心 对不对啊 你自己不给别人设障碍 别人就不会给你设障碍 你今天不骂别人 别人怎么会骂你 从心上改 诸恶莫作 所以 一定要好好地修 这个 有一个 这个同修呢 问师父 我们每天供水 有什么好 师父今天呢 台长告诉大家 供水呢 有八种 表意 表 就是表现和仪表 十分的吉祥 所以供菩萨一定要供水 很多人把菩萨供在那里 供的香 水也不供 因为八种表意 实际上就是 这个供水 供上去就是清凉 水是清凉的 说明你呢 有戒律 有道德 很清净 清凉 就得以戒德 清净 第二呢 你供水呢 有胃甘 甘就是甜嘛 甘甜嘛 其实就是你把一碗水供给菩萨之后 你可以享受百味食 就是什么东西 你们去看 吃什么东西之前 你喝一口白水 然后再吃什么 你就尝到什么的味道了 对不对 你嘴巴特别辣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喝口白水呀 你吃了太咸了 是不是要喝白水呀 你吃了太甜了 是不是要加白水呀 所以水是胃甘 第三是性轻 水的本性是性轻 就是身心健康 第四是致软 水是致软 致地柔软 就是你的意念柔顺 所以你喝水的时候 你要经常想想这些 意念柔顺 水清澈 就表明你的意念清明 就是非常干净 水是无锈的 就是没有味道的 说明你呀 心中啊 没有障碍 障碍清除啊 水是义猴 就是你喝水 很多人讲话讲得多了 喝一口水 是不是 叫义猴啊 就是立喉咙 实际上就是成就你的庙语 你要说庙语连珠啊 喝口水 过去讲故事的人 喝口水啊 讲一大头 第八是养胃 你去看好了 胃不好的人 什么都不能喝 哎 他水能喝 啊 所以过去啊 供菩萨供水的时候 或者等到供完水 你自己倒到另外一个杯子 自己喝的时候 你要经常想到 清凉 胃干 性轻 自软 清澈 无秀 义猴 养胃 啊 用菩萨给了你的这么多的 让你身体好 意念清净 健康无病的水 来透彻的让你心中 啊 干净 身体干净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身体干净 就是喝水啊 所以供水不会生啊 啊 各种怪病 供菩萨供水的人 经常供水 自己要供 不要叫人家倒 啊 供水的话 你会 啊 这个 不会生出那种后悔的心 经常供水的人 也不需要用 啊 啊 也不会就是说 在外面 得到一些不好的方法 让人家来 啊 讥讽你啊 或者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 所以 很多人说 我经济条件不好 我供养不起水果 什么 其实 你只要 啊 真的 供养的话 你只要供养清净 啊 供养柔顺 供养自己的障碍清除 啊 供养成就庙宇 供养自己的健康无病 啊 你就 心中 啊 干净 但是有一点啊 不能供空杯 所以很多人把一个 水啊 放很长时间 啊 好了 水都干掉了 供干那里 供空杯 你一切都是 皆为空 所以你求什么 不灵啊 啊 所以用心来供菩萨 啊 好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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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